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8年考研时报考了歌剧交响乐指挥专业 从材质上来说的话指挥棒是可能是最便宜的 但也有人说指挥棒是最贵的 因为它是整个乐团的大脑 要指挥整个乐团的演奏 就要让更多的声部成为一个整体 大家知道小提琴有小提琴的谱子 大提琴有大提琴的谱子 会抱着像字典那么厚的乐谱 不停地要记 不停地要背 这只是一个基本的 所以无数次的排练才能最终成为一场完整的音乐会 2008年我第一次上音乐会 看着70多名乐手台下黑压压的观众 我在后台紧张 特别紧张地哭了 特别害怕自己会出错 记得当时我的老师在后台对我说 指挥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舞台上的乐手根本不认识你 他们只是你的水平和专业度 除了让自己强大起来 没有其他的办法 老师对我说这番话让我刻骨铭心 零九年毕业前夕 新疆艺术剧院民族乐团给我发聘琴函事 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回来 因为我的音乐天赋与灵感 都来自于我的家乡 新疆民族乐团的资料和现成的乐谱是比较少的 为了将交响乐指挥的方法 融入到新疆民族音乐的指挥 我会经常到民间艺人中采风 了解新疆民族乐区的特点 向乐团的老艺术家们讨教 怎么样让民族音乐更好地呈现出来 好日子这个曲子大家都比较熟悉 那这次我们新疆民族乐团的版本 也是特别特殊的 用艾杰克还有二虎琵琶 还有这个琢娜这些乐器来演奏这个好日子 没想到效果是非常好的 我们新疆民族乐团常去其他省市演出 台下观众非常的热情 他们都很喜欢新疆的民族音乐 我们又羡慕两次三次才退场 那时候我会感到特别的骄傲 是为新疆的民族而感到骄傲 我记不清自己只推了多少场音乐会 舞台没有大小 每一场演出都是独一无二的 每当音乐响起我就沉浸其中 享受这最美妙的这一刻 我想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未来我希望能创作更多的优秀作品 我的梦想就是和新疆的艺术家们一起走进 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举办音乐会 让更多的人了解新疆音乐的魅力 向全世界展示新疆人的分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